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有關這個Tetrahedral的結構 我們上回提過True Propanol 然後它具有一個對稱面的存在 那我特別在這個部分拿一個 我重畫一個 我需要是在這個面下 那我特別用一下這個模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C2 那基本上 現在我畫的這個 黑板上的這個圖 這個圖啊 是以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表現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是有一個對稱面 在這個地方有對稱面 也就是拉過來 你從這個地方來看 你可以看到這種Tetrahedral的結構 當它有兩個group 也就是在這個地方兩個擺一球 是一模一樣的時候 它其實在這個正中央 它是有一個對稱的面存在 也就使得它Lost掉它的chirality 因為當你做這樣子的一個轉動的時候 你的綠球跟紫球雖然互換了位置 但是白球的部分仍然是沒有辦法區別的 沒有辦法區別 所以 你在拉過來的時候 它仍然 它會有一個 一個鏡像的一個 關係 但是它們實際上是一個相同的東西 因為我只是這樣做 對不對 同一個分子 拉過來 你要想像我沒畫出來的那個部分 好 這是這一部分 另外 有關chirality 有一件事情我在課本上面 雖然有提到 但是我並沒有提出來 當然這一點我也需要抱歉一下 因為這本書 也可以拿來當成一個有機獎 上四下四學分的 這樣的一個課程 我們如果整本把它教完的話 所以我顯然不可能 在這樣子等於 total六學分的這個課裡面 把這整本書 巨細迷移的全部講 那大家就嚇死了 對不對 所以 畢竟它還是一個 對等於有機已的一個課程 也因此 有些部分 我會很快的帶過 不會講得那麼清楚 所以如果 僅以考試為基準來看的話 你只需要把我在課堂上面 所提過的東西能夠搞清楚的話 我覺得 你就足夠把這些知識帶到生物化學的課裡面去運用 這是做一點說明 也因此 上次 鍾昭慶問了我一個問題 這回名字沒有說錯 他問我一個問題 那是課門上所提到的 但是他用到一個 一個MO的概念 這個概念說實在的 我在過去很少看到在這個初等的有機的教材裡面會特別談 也因此我把它寫成一個文字的說明 有興趣的人去看一看 你不看也沒有什麼關係 看也希望能夠引起一些興趣 也因此呢 我要提到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也跟今天的後面 會提的一件事情有關的 就是 當我們看到 這一個 手掌 跟手掌之間的作用 我們想回來 這些開肉的分子 在 晶體的結構裡面 所有的這些分子 它的排列是非常整齊的 所以可以想像 兩隻手掌 如果可以分開來的話 它 個別的這些排列 如果都是這樣這樣這樣排下去的話 可以看到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mirror image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 不會太意外的 個別的R 跟個別的S 所形成的這些晶體 它們的melting point 一定是 一樣的 因為 分子跟分子之間的作用力 一定 可以找到它相對應的鏡像 但是想像 如果今天是一個 racemic the mixture 現在這個階段 你如果聽不懂 什麼叫做 racemic的話就糟糕了 聽完了馬上回去要複習的 12號要考試 如果今天是一個 racemic的mixture 就是想像兩隻手它就可以是 這樣子的一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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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可能在 一個 全部由R form 所形成的晶體 或者是 全部由S form的分子 所形成的晶體 能夠找到的一種作用 對不對 完全不一樣的一種作用 也因此 不會太意外的 你會發現 非常有意思的 racemic的這些crystal 對於同一個分子而言 racemic的這種結合 跟個別的R跟S 這兩種形式的crystal 它的melting point 會不一樣 因為這種 racemic的packing 分子跟分子之間的作用力 是不一樣 好 這個概念 大家留存在你的記憶裡面 至少要 今天這兩小時到後面 我們會用到 這樣子的概念 那現在 我們要來開始 談另外一種 結構的紙面表達方式 我們稱它為Fissure projection projection這個字 我們上一回 已經提告過它的意義 什麼時候 Newman projection Newman projection 那是一種 從特定的角度 來觀察分子 它的一些特定一些作用力的 是一種紙面的模型 紙面 畢竟是平面 但是我們從特定的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特殊的一些作用力的存在 Fissure Emile Fissure 1902年的第二屆的 諾貝爾獎得主 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科學家 在19世紀的末期 活到20世紀的初期 它當然有非常多的一些傑出的貢獻 但是就初等的有機課本 裡面來看的話 會提到 Emile Fissure這個人的工作 最主要是在糖類化學研究 糖類的分子我們是 將來一定要討論的 但是各位在高中的時候 應該有所瞭解 這種糖類的分子是 非常困難去研究 它的結構裡面 有許多的Carol Center 而且這些Carol Center 經常是連接在一起的 所以這已經超越了我們上課 所談到只有一個Carol Center的這種體系 在結構上面它是相當複雜的 也因此因應 這一種複雜的結構 Fissure 發展了一個簡單的 一個圖面的表示方法 我們現在稱它為 Fissure Projection Fissure Projection 的做法 是很簡單的 它的想法基本上 我們拿這一個簡單的 只有 它有 具有一個Carol Center的分子 我們拿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在這個 螢幕的 螢幕上面的投影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十字架一樣 可以看到了 一個 十字架 照應下去 十字架 但是 這個投影 有一件事情消失了 也就是這些間接的前後的關係 它是消失的 也因此 當我們要 像 現在 這個投影片上面 糟糕 等一下 我要重新再開機一下 那麼 Fissure Projection 的做法 基本上 基本上 是這樣子 它把一個分子 一個Tetrahedral 的分子 用一個十字架的方式來表現 我們如果用A B C D 來表達 中間十字架的這個交匯點 是一個Carbon 好 再來一遍 這個已經好了 OK 好 所以 我們回到這個圖像上面 這是用紅的 我看這個效果還是不錯 好 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麼我們剛剛說過 我們用一個十字架的一個方式來 來表達 同樣的在左邊所畫的這一個分子 好 那麼 這就是一個所謂的Fissure Projection 也就是想像左邊的這個分子像 我剛剛那樣子的一個做法 有燈光從前面映照下去 在後面的螢幕上面 你所看到的這一個投影 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十字架的一個 狀況 但是 那這就被稱為Fissure Projection Formula 左邊的這是一個2-butanol 看到這四個group是不一樣的 一個hydrogen 一個hydroxy 一個ethyl 一個methyl 按照我們上回所提到的RS的terminology hydrogen 是priority最低 我們面對著它來看 右手上方最高的O 再來到第二的ethyl 再到這一個methyl 這是一個順時針的一個旋轉 所以這是一個R form 這是一個R form 好 現在我們要轉換成為Fissure Projection Formula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些規範 這個規範是說我們直的鍵 直的鍵代表的是奧入 這是絕對的規範 絕對不可以搞錯 所以你現在你有兩個直的鍵 也就是個CH 它是身在後面 對應到左邊的結構 大家來看 這個C跟F之間 ET代表Fle 各位現在要開始熟悉 這些縮寫的代表 Fle是身在黑板的後面 橫的鍵呢 橫的鍵代表的是突出紙面 所以看到這個CO的棒 跟這個CMethyl的棒 這都是 在左手方 這裡你可以看到 是身在前面的 這是你看到這一個Fissure Projection的Formula的時候 你在腦海裡面 要凸顯出來的這一個 3D的那一個圖形是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表達方法 它是有一些規範 我們來看看它的規則 首先第一 是不可以翻面的 這一個結構是不可以翻面的 什麼叫做翻面 也就是說你如果做這樣的事情 你把左邊的這一個結構 它其實就是我們上面這個結構把它翻下來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把它做一個翻面 把它翻過來 翻到右面的這一個結構 我說過一個 這個鑑定兩個結構的很好的方法 是直接的你從它的R跟S的 Terminology上面去看 如果它都是R的話 就是代表是相同的分子 如果是不一樣的話 它就是不一樣 好我們現在用這個分子來練習一下 剛剛說過 這是伸進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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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突出來 這是突出來的 現在我們在突出來在左上方 從Priority第一的O到Priority第二的Ethyl到Priority第三的Methyl 現在是一個逆時針的一個旋轉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 面對的身在後面的那個H 各位必須要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能夠看出來這些分子的R跟S 很明顯的 我們剛剛看到左手邊的是R 現在右手邊的是S 做了一個翻面 這兩個不會是相同的分子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是因為當我們翻面的時候 當我們翻面的時候 後面的仍然在後面對不對 那個CH跟那個CET沒有改 但是呢你的那一個OH 跟你的ME 卻互換的位置 你一個分子你做翻面的時候 怎麼可能會這樣 你原來在後面你一翻面 你要翻到前面來 這是為什麼現在你用Fissure Projection 來做這個翻面的動作的時候 你出現這樣子一個不協調的問題 也因此在這裡有一個規則 就是你在使用Fissure Projection Formula的時候 你不可以翻面 好 你又不可以做90度的一個旋轉 在平面上做90度的一個旋轉 為什麼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 再度拿這個R Form的 左邊的這個結構 我們做一個90度的順時針的旋轉 這時候你會看到 你的H原來在這裡 轉90度轉到這裡 就跑到這裡 OH轉到這裡 ET轉到這裡 ME轉到這裡 你不用去算這個R跟S 你就已經知道 經過這樣的一個旋轉 原來在前面的 M1 跑到後面去的 一個真實的分子 你做一個90度旋轉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前面跑到後面呢 好 所以很明顯的 你做一個90度 也會是 有問題的 右邊這個分子 自己去做做看 我不會再像剛剛一樣來輔助各位 看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來看看 因為這個 這個結構 稍微特殊一點 特殊的地方在於 現在H在前面 你當然可以把你眼睛放到 這個CH-Bound的 對面去對不對 但是 或許你如果有困難 沒關係 我上次說過你就從 這個H 看下去 在後面下面的O 到SO到ME 這是一個 看似順時針 但是因為我是從H這邊看過去 你一定要把它反回來 看 對不對 所以 反時針的 實際上是 按照正確的方式來觀察 它是反時針的 所以是S 的確 你不能夠做 90度的翻轉 所以你就會說 老師你怎麼 講話 聽起來 就跟我的媽媽一樣 這個不可以 那個不可以 我到底有沒有什麼事情 是可以做的呢 有 你可以在平面上 轉180度 平面上 轉180度 是可以做的 所以 你做一個180度的旋轉 在後面的H 轉到這個位置 它仍然在後面 你沒有改變前後的關係 但是你改變了上下的關係 這本來就是如此 你在右邊前方的OH 做一個90度的一個平面上的一個翻轉的話 你轉到前面的左方 所以這完全符合我們的經驗 也因此你轉180度你不會轉錯 所以你再度用右邊這個結構 這個Fissure Projection Formula 你去看它的RS 你絕對會發現 它是跟左邊一樣 R Form 也就代表了這兩個結構 是一模一樣的結構 好 也因此呢 我們來看看 我們這一種分子 它這樣子的一個表達方式的最方便的地方 就在於你這樣畫出來的Fissure Projection Formula 這個地方如果假設有個鏡子 一對應過來 OH對著這個OH ME對著ME H對著H ET對著ET 實際上你會發現 這個直接畫出來的Mirror Image 的確就是S Form 所以你不需要在那邊轉來轉去 一個平面的東西 你做這樣子的一個 畫出它的一個鏡像的話 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 我想 所有同學應該都有這個能力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 好的 容易的 操作的一個 方式 好 有了這樣子的一個Fissure Projection 的基礎 我們剛剛前面說過 Emma Fisher 創立這樣子的 這個Projection 的方式 其實是為了要去表達這一些 具有超過一個以上的Caro Center 的 複雜的體系的時候 我們怎麼以一個很清楚乾淨的方式 而且不會錯的方式來表現它 那讓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分子 只不過這個分子 它不是一個糖類的結構 它是一個2-3 Dibromopentine 也就畫在左邊 你可以看到它有兩個Caro Center 的存在 你看看左邊這個上面有個假基 右邊一個複雜的集團 還有一個Hydrogen 還有一個Br 右邊這個也是同樣的 有四個不一樣的集團 接在上面 所以它有兩個我打了Star的 Caro Center 的存在 好 簡單的 排列組合告訴我們 每一個Caro Center 它有R Form跟S Form 所以呢 你有兩個Caro Center 的時候 2 的2次方 就是你可以排列組合出來 四種可能的 不同的 Stereo Isomers 也就是現在畫在右邊的這四組 你可以看到 因為它只有四個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看到 這個分子 就在左邊 下面的右邊 左右 左左右 右右 右左 就這四個 所以你看到 我們利用Fissure Projection 的方式 可以很快速的 立刻的 就把這四個 Stereo Isomer 畫出來 畢竟這是平面 而且又多 出來了一個Caro Center 它有兩個Caro Center 這樣一個結構 你其實必須要用一個 Local的方式去看它 我們如果把它轉換成為 這樣子一個比較立體的結構的話 你注意到 我因為有兩個Caro Center在這裡 所以我不可避免的 我只好把這個棒 畫在這個面上面 然後這個鏽突在前面 氫突在前面 然後一個甲肌身在後面 但是你只要把這個分子稍微調整一下 你就可以把它 這個想像成為 右邊的 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用一個實際的分子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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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Caro Center 每一個Caro Center 這樣去看 這個Caro Center 你要這樣 稍微扭一下 這樣子 你就去看到 身在後面 身在前面 然後你看這裡的時候 你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兩個身在前面 這兩個身在後面 這兩個身在後面 所以實際上 當你把它畫直了 你就要想像你把這個 黃球跟這個紫球把它拉直了 整個骨幹拉直了 這兩個 這兩對 就會身在前面 突在各位的這一邊 好 也因此呢 大家要稍微在腦袋裡面 做一點點的轉換 同時 在畫這種具有多個Caro Center More than one Caro Center的體系 的時候 你的基本做法是要把它 這一個碳的骨幹 這個Carbon的骨幹 拉在這一個 垂直的這一個方位上面 你不要把 理論上你可以把鏡畫到這裡 然後把甲基畫到這個地方來 但是那不是一個 尋常的做法 所以記得這個規範 就是你必須要把它的骨幹 放在這一個 垂直位上上面 把所有其他的 這些 支鏈 放在邊邊 OK 好 有了這 樣子的一個理解之後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四對 Sterioisomer之間的關係 很顯然的你可能已經可以看到 這兩對 Enatomer的存在 你看 紅色的這兩組 秀對著秀 秀對著秀 你必須要稍微拉過來看一看 那你現在就覺得 這個時候我們做這些判斷 變得很輕易 這都是by 我們fissure projection之四 再來看黑色的 清對著清 秀對著秀 遠離的秀對著遠離的秀 遠離的秀 遠離的清對著遠離的清 甲基對著甲基 乙基對著乙基 所以這又是另外一對 鏡像對應的 Enatomer 但是 每一個這個分子 它除了跟 除了你只能找到 有一個跟它是鏡像 的關係之外 另外這兩個呢 也都是Ego 而且是Sterioisomer 那麼 相互之間卻不是 一個鏡像的對應 我們在過去已經學過 這個名詞 也就叫做 非鏡像Ego Diasteriumers Diasteriumers 我們前面在提到 Diasteriumers的時候 我們是用什麼做例子 我們是用雙劍類的話 順勢的 以及反式的Dichloroethene 在雙劍的同一邊的綠 或者是雙劍反邊的綠 結構是相同 但是這些取代機 在空間中的安排是不一樣的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叫做Diasteriumers 他們是Sterioisomer 可是卻不是Enantemers 這是非常重要的 當它是Diasteriumers的時候 相互之間是沒有一個鏡像的關係 所以它在能量上面 在相互之間的作用上面 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可以理解的 具有完全不一樣的性質 這是另外 你們必須要特別注意的 我們再拿另外一個分子來看 這個分子是 2,3-DiGromobutane 同樣的 它具有兩個 Cyrocenter 這兩個carbon 仍然是Cyrocenter 所以2,2,4 我們同樣的 跟剛剛一樣 可以畫出來 四個 Sterioisomeric 的 Isomers 先看看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 這兩個 應該可以看到 就好像這裡有一個鏡子 親對著親 秀對著秀 這些都是相互對應的 夾雞對著夾雞 夾雞對著夾雞 所以這兩個 Isomer 是互為鏡像 所以是Enantemers 中間的這兩個 看似也是一個Mirror Image的關係 對不對 親對著親 秀對著秀 但是 你會發現 如果 我們 比如說把右邊的這個結構 在平面上翻轉180度 我們剛剛說這是可以容許的 這個時候 秀 秀 秀 就對應到了 然後甲基翻上了還是甲基 就變成了 是一模一樣的分子 也就是說 看似是Mirror Image的關係 實際上它是相同的分子 這時候你會說 糟糕 剛剛我沒有注意看 剛剛那個分子 是不是也有這種狀況呢 我們如果做一個185的翻轉 翻上來的 以及是不會對應到甲基的 所以 trick在哪裡 trick在這個體系裡面 它的上面的 跟下面的那個部分 是一模一樣的 不影響到它仍然有兩個 caro center 但是因為這樣子 多出來一種對稱 什麼樣子的一個對稱 也就是一個鏡面的一個對稱 這個分子 本身 從中間劃一刀你看過去 直接的從這個facial projection 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plane of symmetry的存在 也因此它一定是一個 一個achiral的molecule 我們說過 秀是這個橫的棒 伸在前面的 所以它們一定是對應 這伸在前面 伸在前面一定是對應 所以在那個地方 的確是有一個plane of symmetry 存在 所以這就非常有趣了 因為這個分子它具有兩個caro center 可是它竟然具有一個plane of symmetry 代表它是achiral的molecule 也就是這是第一個 我提出來給各位看的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畫固它具有一個 以上的caro center 但是它卻是achiral 具有這樣子的一個特點的分子 我們還有一個特殊的名稱稱呼它 非常重要的名稱叫做meso meso 中文的翻譯我覺得是 太過於貼切了 它叫做內消弦化合物 內消弦 分子裡面自己 就把它消掉了 我們前面提到racemic 是外消弦 是兩個可以拿出來的 一左一右的 那叫外消弦racemic 所以現在我們提出了一個叫做meso的特質 它具有caro center它卻是achiral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名詞 各位必須要記得 也因此我們必須要回來想想 我們剛剛前面所說的 2,3-dibromal butane 這樣子的一個分子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具有兩個caro center 但是它卻只具有三個 三個stereoizer 剛剛說過二二得四對不對 所以二二得四這個數值 只能說是它最大可能有的 但是並不見得代表它就一定要有 在這個例子你就看到 它其實只有三個A 因此我們說 我們一個畫戶 它具有N個caro center的時候 它應該具有二的N次方 應該說小於或者等於 它不能超越 它可以等於 但是它也有可能是小於二的N次方 個可能的 possible的 steerwise 當然 我們現在要面臨一個複雜的狀況 我們又必須要回到命名來看看 我們如何去稱呼 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我們拿上面的這一分子來做一個例子 我們先來看一看 這一個caro center 我說過你要一個一個去解它 你的priority 這是1 下面這個group 你可以看到 這個碳當然輸給了秀 但是它跟這個碳是一樣的 所以你要比這兩個碳上面具有的東西 這個碳上面有個秀 有個碳 有個h 這個碳上面三個氫 很明顯的這個地方 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2 這是3 這是身在前面的 這是在後面下方 這是在後面上方 讓我們從這個身在前面的hydrogen 看過去 1到2到3 是逆時針 但是實際上我們必須要轉回來 所以是一個r form 所以上面這個部分 是一個r 下面這個地方 身在前面各為這一方 br身在前面各為這一方 這是1 這是2 2 現在前面1 2 3 現在我是反對的那些去看 又是一個r 我只做這一個給各位看 下面的這一個分子 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所以這個分子被稱為 夸號 to 斜題字的r 逗點沒有分格 沒有space 3 r 夸號 dash 23 dipromobutane 代表在2 碳2的位置是一個r 碳3的位置也是一個r 因為它有一點點對稱性 沒關係 你從哪邊來算 都不影響到它 2r 3r的結果 下面這個分子其實是它的mirror image 所以不會太意外 它是個2s 3s 23dipromobutane 一定要拿它來做一個例子 你要能夠看得出來 下面這一個分子大家已經看到了 我們說過它是一個具有對稱性的 有個plane of symmetry 它是一個meso的compound 你用r跟s去定它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直接的就稱呼它為 meso-23dipromobutane 用這個名詞 畫回來你絕對不會畫錯的 所以你沒有必要去說 它到底是什麼 你可以去算一下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2r 3s or 2s 3r s對應到r 所以內消權消掉了 但是沒有意義的我說過 你不需要這樣看 我們是用meso這個名詞 有了這些了解 我們現在來看一些環狀的分子 我們先來看看trans 1,2 dimethylcyclopentane 五圓環 1,2的位置各有兩個甲基 而且是trans的關係 trans的關係代表的是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有一個五圓環 有一個面 所以一個甲基在上方 一個甲基在下方 這是一個相對的一個空間中的安排 這個分子我們這樣畫 看到中間有一個對 一個鏡子在那個地方對應得到 就是右邊的這個分子 甲基對著甲基 這個甲基對著這個甲基 你這個直接的平移過來 你可以看到甲基對到這裡 那你說好沒關係 我翻個面 翻個面也沒用 這個分子它有一個 另外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在於說 從這個碳拉到這個碳碳中間的那個位置 有一根軸 那個軸 我們化學家稱它為一個C2的轉軸 什麼叫C2就是 360除以2 是180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2 C2 2 C2的這個意義 轉一個180度 有任何變化嗎 沒有 仍然 是同一個分子 所以你轉了也沒用 你右邊那個還是右邊那個 左邊那個還是左邊那個 但是這種具有C2的 對稱的分子它是很有趣的 你可以這樣子把它分成為四個向線 這四個向線你看到永遠在這個向線裡面 它都是比較大一點 有個甲基 這個向線都比較大 這邊就比較空 不管你怎麼去去去做這個180度旋轉 你不會改變這個現象 所以呢 你可以利用這樣一個方式來控制這不同的向線它的大小 這會在後面我們所提到的一些反應上面可以做一些所謂的我們叫做不對稱的一些控制和選擇 所以這兩個分子它基本上是 回去自己玩玩看 你一定要有這個能力能夠去判斷出來 這是一個2R 3R 不過我必須要強調 我們這樣畫 通常代表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有一個理解 就是說這個棒 這個棒 這個棒 都是身在各位這一邊的 也就是那五圓環是這樣畫的 畫在這個面上 畫在這個面上 而且我現在用這個紅的螢光筆 標出來的是身在各位這一面 所以這是共通的一種語言 好 另外這個就是一個2S 3S 因為它是它的mirror image 我們剛剛說過R一定對應到S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Sys Sys這個分子還需要看嗎 各位立刻的已經看到一個什麼事情 這就是給各位啊 投影片的壞處 你其實搞不好已經在那個投影片的 那個card上看到對不對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plane of symmetry在那個地方 所以它有沒有caro center 它有 這兩個caro center 都是caro center 這兩個caro center 它是caro center 但是它有一個plane of symmetry 它是achiral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meso的component 這是Sys的1,2-dimethyl cyclopentine 我們先來看1,4-dimethyl cyclohexane 這個分子 這個分子 這樣的話 已經立刻的看出來 它的 一個plane of symmetry 而且 這個 看那兩個假機 是什麼關係 它有時候它甚至於還具有兩個 plane of symmetry 但是很明顯的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就已經有一個plane of symmetry了 所以這一定是一個achiral的分子 它有沒有任何的caro center 所以有的人舉手 太棒了 大家都沒有被我騙 它沒有任何的caro center 它就有一個plane of symmetry 它為什麼沒有caro center 最有可能caro center 是在這裡對不對 你看這邊走過來 這邊走過來 基本上 你都找不到任何的差別 所以 它不可能是一個caro center 所以它是achiral的 因為它沒有caro center 所以你不能稱這個分子是meso 它就是一個achiral 一個很普通的分子而已 當然 這樣子的分子 它可以有transform 有sysform 你用這樣子一個方式 你要注意到 如果有一個chair的conformation 畫給各位的時候 有時候你看不出來那個symmetry 你會被騙的 所以你在處理這些cyclic molecule的時候 我的建議是把它拉平了 你把它拉平你也不會改變它的carology 你不要害怕 我所謂拉平就是把它拉成這個樣子 你把它拉成這樣一個平平的東西 你去看 絕對不會錯的 你沒有break any bond 你把它拉平 也只不過就是一個higher energy的confirm 你不會改變任何它的carology carology的改變 只有在caro center上面所接的箭被切斷了 然後反過來再把它接回去 那才會改變 沒做這樣的事情 不會有任何改變 不要害怕 所以不要被這種分子是因為這樣子的話 而看不出來 它沒有任何的caro center 它不是一個measle 它是一個achiral molecule 因為它具有一個面的對稱 conformation 我同意 你看起來 看起來 看起來 一個人可以去畫畫看 我們現在畫的這兩個conformation 它的mirror image 是不是可以match 你玩玩看 你玩玩看 那 這個 它即使不能夠match 也沒有關係 不要忘了它會做ring的flipping 它仍然是可以互換 除非說它的conformation被鎖住 但這是不太可能 conformation是非常容易互變的 我不是說它絕對不可以 由於某種原因 你有可能被鎖住 那那種分子 你有可能可以把它分出來看 我們在談的都是一些比較普遍的問題 好 但是 我們也要注意到 就是我們前面提到過 沒有caro center 它不見得就一定是achiral 我上回叫各位去想了一下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spiral的molecule spiral mode 那麼你去畫了它的mirror image 你現在來對一下 你會發現 這兩個分子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們是inantiomeric 是不是真的不一樣 想像 你抓住 左手邊的 這個分子的上面的h 下面抓住那個甲基 啪一下轉過來 發生什麼事情 你原來在這個方向上 你身在前面有一個甲基 但是你把它抓拉過來的時候 你甲基伸到後面去了 後面是氫在這邊 所以是沒有辦法match 這是這個spiral molecule 它具有這種特質 找不到任何caro center 但它仍然是一個caro molecule 這是很有趣 現在我們來看 13.methylcyclohexane 13 你可以這樣畫 sys form 但是 我建議你把它拉直了 拉平了 你就會發現 這兩個sys的甲基 剛好對應的 這裡有一個plan of symmetry 它一定是achyro的 有沒有caro center 有 這是一個caro center 這是一個caro center 應該沒有疑問吧 所以 它有兩個caro center 就是achyro 它是什麼 mezzo 內銷權的化合物 不管你的confirmation怎麼畫 都不影響到 它是一個mezzo的compact 看一下trans trans trans有沒有任何對陣鏡 沒有 所以這兩個是mirror image 而且它是符合 我剛剛講的是一個c2的 有一個c2的 轉軸的 但是我們來看 這個很有意思 你看它的confirmation 這地方你可以畫出這個confirmation 它對應的mirror image 對應的是這個 看到沒有 這是朝下 這是朝上 這是朝下 這兩個 你做一個ring flipping 你做一個ring flipping 怎麼樣的 你去玩玩看 你會發現你再怎麼樣 你就沒有辦法match 這就是兩個independent structure 但是那會有點複雜嗎 想起來都覺得有點複雜 沒關係 我說我們把它拉平了 來看這種cyclic structure 你的approach就是這樣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做法 所以不要被confirmation給疑惑 我們來看one two dimethyl cycle hexane 有沒有caro center呢 有兩個caro center 它是sys的 你把它拉平了來看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個對稱性 所以它應該是echairo 但是呢 你今天你去看這個 這個 這個confirm 這個confirm 它對應的是另外這個confirm 你把這個分子 轉一個180度 轉過來這個尖尖 對著這個尖尖 那這個就轉到後面去了 這也轉到後面去 沒有辦法match dog 如果這個confirmation 可以被鎖定在這個狀況的話 你會發現 他們是再怎麼樣 沒有辦法match 你會覺得說 我這個朝下的對不對 這個朝下 我把這個地方拉到跟這個地方一樣 但是這個就會跑到右邊去 好不好 所以如果這個confirmation 可以鎖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不會去做ring flipping的話 那 它是兩個independent structure 但是現在這個分子 因為它會做ring flipping 你把它flip過的那個confirmation 你把它劃出來 你會發現 它就可以跟這個地方 可以match 就可以match 你去玩玩看 所以實際上這兩個結構 你根本 我們 我們 稍微把這個地方 我們做 直接的就flip 這個flip下來 這個flip上去 這個就跑到equatorial 這個跑到actual 其實就match到 所以 除非說你能夠抑制 他們兩個這個結構的互變 這樣子透過flipping的互變 不然的話 它就是 就是這個 沒有辦法分開來的 所以 非常快速的interconverting 相互的轉換 interconverting 意思 如此的 所以每一個confirmer都是chiral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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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fix的話 就是if 但實際上 當然不可以 沒有辦法 fix 他們之間的energy difference 那個energy的barrier 不是energy difference energy difference 是zero 但是那個barrier 中間要經過的那些 其他的 比較差勁的converting higher energy的converting higher energy的converting 還是可以在室溫是可以突破的 但是一個簡單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說過 你把它拉平來看 你很快你就看到這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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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e of symmetry 所以它是achiral 同時它是measal的compound 好 我們現在來看 1,2 dimethyls cyclohexane 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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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找不到 這樣子的一個plane of symmetry 所以它有ss跟rr 在一度的 你必須要有這個能力去判斷 這兩個是s 這裡 變成是r 我不在課堂上演練給各位看 你必須要把它當成一個練習去做 然後你去畫它的conformer 你再怎麼樣去做ring的flipping 你是沒有辦法把這兩個互換 這個地方我畫出來的是他們個別的conformer 其中的兩相對應的對長 給各位看一下 他們之間是沒有辦法互編 你做一個ring flip 你的equatorial 現在是diequatorial 變成dieactual 你怎麼可能對應到這邊呢 想都知道對不對 你這個地方 你把它轉一個180度 你這裡可以match到 但是另外這個就轉到另外一邊去了 沒有辦法重疊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本來你拉平來看 它就是不可能是一樣的東西 好 這是我剛剛說過的 做ring flip 變成這個很不一樣的結構 當然它對應的又是另外一個 也是dieactual 就是從這個地方轉過來 你自己把它補上去 好不好 你自己把它補上去 那麼我們在這裡 所以暫停 下堂課再來繼續 有些困難 OK 首先第一 我犯了一個錯誤 OK 很多同學 那個產生疑問 就是說 我在提這個分子的時候 我犯了一個錯誤 有的時候 腦袋有點不太在運作 這實際上應該是one 跟two的關係 1r 2r 我在做那個slide時候 腦筋沒有響 我的腦袋應該還在這裡 OK 所以這是one r 2r 請各位改過來 天曉得說不定是我故意的 對不對 你沒來上課就不知道 不過那個地方 請各位一定要修正過來 one r 2r你是對的 我是錯的 OK 好困難在哪裡 有些同學還是不是很 不是很清楚 什麼是一個carocenter 今天我們在談碳的化學 碳的化學 當然就代表一個tetrahedral的carbon 或者它也可以不是carbon 我們在後面我們提到 這個carbon tetrahedral 它上面有四個group 而這四個group 是不一樣的group 好 那 這個分子 這個facial projection 你看看 這個carbon 這是一個carocenter嗎 雖然我們畫的是一個十字架一個平均的 但是你知道它是一個tetrahedral的結構 在立體上面 我只是一個projection而已 這個碳上有一個甲基 有一個氫 有一個秀 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group 所以它符合了 第一 它當然是一個tetrahedral 第二 tetrahedral結構上面有四個不一樣的group 所以它是不是個carocenter 它是 還有疑問嗎 OK 對不對 同樣這裡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然後你就可以去決定r跟s 不要忘了facial projection 個別的去看 這個carbon 這兩個group 生在前面 這個group 跟這個group 生在後面 好不好 好 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來這個結構 同樣的它有兩個carocenter 這是一個carocenter 為什麼 一個氫 一個甲基 當然這是一個tetrahedral的結構 這兩邊一不一樣 當然跟甲基不一樣 但這兩個呢 很明顯一比到這裡你就看到 這個carbon上面有兩個氫 這個carbon上面有個甲基有個氫 不一樣 這個carbon上面四個部分 不一樣 carocenter 但是它是r還是s 我們就要決定它的carocenter 馬上你知道h一定是最低 一定是number4 然後 我們要開始比 上面所接的 這另外這三個原子 大小 都是carbon 怎麼辦 往下面一層走 往下面一層走 這個碳上面三個氫 這個碳上面 兩個碳 一個氫 可以嗎 OK 對不對 看到 兩個碳一個氫 這個碳上面 一個碳 兩個氫 對不對 我沒畫出來那兩個氫 一個碳兩個氫 好 開始比大小 一看就知道它一定輸 所以它一定是3 這兩個怎麼比 碳跟碳消掉 氫跟氫消掉 這個碳贏了 它就贏了 就是這樣比 好嗎 所以 這邊是1 這邊這是2 這是3 輕身在上方 把你的眼睛放到後面對著它 哎呦 好困難 沒關係 我教過各位一招 我從上面看下去 1在這邊 對不對 2在這邊 3在這裡 1 2 3 反時針 但是我從反對方向看下去 它實際上是順時針 1 2 設下留給你去玩 好不好 留給你去玩 所以我想 我們談到這個地方為止 當然有同學說 他再怎麼看 認為這兩個是一樣的 因為單件可以旋轉 沒關係 你如果覺得它一樣 畫出一個好的圖形 比如說你認為 confirmation 你可以畫到一模一樣 畫給我看 畫給我看 不要嘴巴上講 你一定要畫出來 說服你自己 或是說服我 它是真的一樣 好不好 那麼這個 好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 你身體上 有太多太多的這些chiral molecule OK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繼續 那有同學說 欸 現在在這個投影片上面的 你怎麼沒有標名是1s 2s 1r 2r 這樣還是可以看得到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燈我就不關了 那是因為我這張投影片的focus 我只不在 到底誰是1 誰是2 誰是3 4 我只是告訴你這兩個chiral center SS 所以1還是1 2 這我就不寫 所以不要 不要 我不是在寫它 IUPAC 命名法則 我只是在看它的chirology OK 好 其實上堂課就有同學追著我問 說老師 R跟S可以分開來 我就是不告訴他 因為我今天要講 OK 那麼這個 我們把enantomer 分開來 是有方法的 而把enantomer分開來 有一個名詞 我們稱它為resolution resolution resolution當然有很多其他的意義 可以在是政治上的 但是我們現在是在講chemistry 所以當我們在chemistry上 我們說去resolve 它的動詞resolve 這是動詞 to resolve 一對enantomers OK 名詞叫resolution 拆分中文 第一個方法是用手去分 哇這很難想像 對不對 難道我的手伸到這個solution裡面 去把enantomer一個一個 拉出來嗎 不是這樣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科學家 各位很清楚 就是巴斯德 Pastor 他在1848年的時候就發現 拿合成出來的一組resolution 來自於酒精 這個酒類的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酒石酸 酒石酸 這個 酒類的發酵的時候會天然的 這個結晶出來 但是也可以用一些合成的方法去製備 製備 那製備出來你可能是一個 racemic 的混合物 那他拿這個 tartaric acid plus minus 他其實可以把它轉換成為 這一個sodium ammonium salt 注意這個tartaric的分子 他有兩個chero center 有兩個chero center 上面各有兩個hydroxy group 你可以說他是一種類似carbohydrates 糖類的化合物 他本來是兩個COOH 叫做酒石酸 但是他可以把它轉換成為 上面 這邊是鈉岩 下面變成鞍岩 當然你會說老師這太奇怪了 怎麼能夠這樣控制 我的鈉如果在下面 我的鞍如果在上面的話怎麼辦 各位 那會是不一樣的分子嗎 轉一個180度 鈉如果在下面 OH轉到這裡 這個OH轉到這裡 在下面的鈉就轉到上面 那是一模一樣的分子 所以不要擔心 OK 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 Alright 但是你左邊的 這堆mary image 不可以 是沒有辦法這樣子 一轉就match 對不對 一轉就OH轉到這邊來了 沒有辦法match 所以這是一對enatomer 中間有一個mary image 對不對 OHOHOH OK 非常精彩的巴斯德發現 當這個混合物 結晶出來的時候 他在顯微鏡下面去看 在這個時候當然可能 倍數不是那麼高 但是他就可以看到 用肉眼看到 兩種crystal 這兩種crystal 那個結晶 就好像我的兩隻手掌一樣 是可以區別出來的 他就用一個鈴子 把這兩種不一樣的crystal 一個一個夾出來 一個一個夾出來 真的喔 不是開玩笑的 就得到這兩個crystal 兩種crystal 它是mirror image的關係 然後個別的把這個crystal 放到 把 放到 融液裡面 溶解了 然後去測它的懸光度 原來是一個resumate 沒有任何的懸光性 可是 現在 這兩個crystal 個別的把它溶解了 去測它的懸光度 竟然一個是正學 一個是負學 而且旋轉的度數 你猜怎麼樣 一模一樣 OK 這在那個時候 真是太過於精彩的一件事情 而且 那麼你 拿當時已知的天然存在的 plus的tartaric acid 這是在當時天然存在的 plus的tartaric acid 可以有懸光 你把這一個plus的tartaric acid 轉成 這一個 雙岩 完完全全的可以match 這個由手上分離出來的 這個plus的那個crystal 而minus的那個crystal 在當年 還沒有辦法得到 minus的tartaric acid 所以顯然的 當然你把它酸化了以後 你就可以得到 哇 巴斯德 發表了 他的這一個發現之後 在當時有一個很著名的 權威很高的一個法國的教授 巴斯德是法國人 大家知道 叫做biat biat biat 當然可以理解的 不太多想 怎麼可能的事情 他邀請了 巴斯德到他的實驗室來 告訴他如何做這個實驗 然後 他 聽完了巴斯德的敘述之後 他就親手按著 巴斯德告訴他的方法 在他的實驗室裡面 去企圖複製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然後也的確的 分出來了兩組crystal 這一天他 特別邀請了巴斯德到他的實驗室來 要當面的印證 的確這兩個crystal 個別的融到 solution裡面 去測他的懸光度 是會懸光的第一 第二 是相反的 度數相同的 的確在巴斯德的面前 他做完了這個實驗 的確看到了這樣一個現象 Biat 他緊緊的抓住巴斯德 他告訴他說 我親愛的孩子 我做研究 做了這麼多的年 只有這個實驗 讓我的心 悸動 就好像戀愛的感覺一樣 可能比那個還要跳得厲害 不過後面這句話是我講的 OK 好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精采 精采的一個研究 巴斯德更進一步的也發現 當他把Rosemic的Tartaric acid 放到有一些 存在的一個溶液裡面去的時候 隨著時間的變化 這一個溶液 原來是Rosemic 慢慢開始出現這個Rotation 而且Rotation放越久越高 所以他進一步的預測 這個生物的體系 有這種能力去分辨 正的跟負的Tartaric acid 它可能只會去代謝其中的某一種 也就造成了另外一個多出來 而開始產生懸光 所以這也是巴斯德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種一個概念一個想法 是對於這個科學研究的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你不能預期每天你都可以在實驗室裡面 去把這個Kristo這樣子的分開來 但是我記得這句話好像是巴斯德所講的 當幸運來或者是機會敲你的大門的時候 然後你要趕快的把它打開來 如果機會只給那些有準備的人 你沒有準備好的話 機會來了你都不知道 這是一句大家應該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比如說他很幸運 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他沒有那麼的一個觀察 他是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OK 但是我們當然不能依靠 天天依靠你的手來做這樣的分禮 我們其實可以利用一些策略 這個策略就是把我們的這個化合物 轉成diastereomer 我說過diastereomer 是具有完全不一樣的性質的化合物 所以你可以把它們分開來 所以你可以拿一個racemic 注意到這是一個RS mixture 一個A Chiral的molecule 是一個racemic 它具有R form跟S form 你現在拿一個 只具有單一隊長的B 就好像我上一堂課 拿我的右手 去跟這位同學的左手跟右手結合 做一個化學的反應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得到兩種化合物 R的A跟R的B結合 R的A跟R的B 還有呢 S的A 但是它仍然必須要與R的B作用嘛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S的B在 OK 所以 RR的跟SR的關係是什麼呢 是非近相對稱 你的RR對應一定是SS 你的SR對應一定是RS 也因此呢 利用這樣子一個簡便的方法 你就把它從性質完全一樣的 變成性質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拆分 你就可以把它resolve 當然 這個 這個點 代表自己把AB 結合變成了一個新的化合物 你現在可以把它separate 用普通的方法 分開來了以後 你還要把它 再 逆向的轉回去 所以你要做一個可逆的反應 你轉過去 再把它解回來 我們在未來 我們在未來學到比較多的化學反應之後 你就會 了解 如何去做到這樣的事情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得到R的A跟S的A 所以用這樣簡單的一個方式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resolution 你的R跟S就resolve 在天然界其實有很多的化合物 它其實只存在一種單一的隊長 比如說我剛剛說過 即使在這個19世紀 大家就可以弄到 從天然界也能得到plus的tartaric acid 所以你就可以用plus的tartaric acid 可以做很簡單的這些酸碱 酸碱的一些反應 那酸碱的反應 你知道你把它酸化或者碱化 你就可以把它變回去的 好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另外我們要再談一下 所謂的絕對構造的問題 叫做absolute 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這個字 是有構造的意思 不過在這個地方 我們談的是絕對構造 就是在空間中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安排 那問題是 我們怎麼能夠去了解 絕對的構造性 這是什麼 在當年 早期的時候 大家覺得基本上 這很難去 幾乎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怎麼可能 那麼小的分子 我怎麼能夠看到 我畫在黑板上很簡單 對不對 但你怎麼能夠看到 它真的是這樣呢 它是絕對結構 到底怎麼去看看 其實在1951年以前 這是無解的 我們只能夠知道 它的所謂的 relative configuration relative這個字 是相對的意思 就是一個相對的構造 什麼叫做 relative configuration 意思就是說 構造跟構造之間 可以相互的correlate 比如說 我的祖父 我生下來 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生下來 我生下來 我的兒子 這就是一個 correlation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 correlation 那麼我們的 configuration 也是可以這樣子來做的 我們只是 不是透過生產的方法 我們是用化學的方法 chemical methods 這就叫做 chemical correlation 利用化學的方法 從它的祖宗 這八代這一下來 實際的我們來看看 比如說 我們可以拿 這個化合 這個化合是一個純類的化合 主要的光能機在這裡 但是它有一個 Cyro Center在這裡 我們做 後面就會提到 我們跟 鹽酸作用 把OH 轉換成為一個氯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斷掉的是這個鍵 你生成的是這個鍵 你完全沒有動到 這一個 Cyro Center周遭的這四個棒 你完全沒有改變它 所以呢 我們就會說 因為這兩個 Cyro Center周遭的見解 都沒有被斷裂 所以 它們具有 相同的 絕對構造 這就是一種 correlation 同時我們用了一個 特殊的名詞 我們說 在configuration上面 這是一種retention 它保留了原來的 那一個Cyro Center 具有的絕對結構 所以這兩個結構是 correlated 是相關聯的 就好像 這樣 我的兒子 叫我爸爸 我叫我的爸爸 也是叫他爸爸 所以你就知道 我的兒子跟我的爸爸 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correlation 好 所以你知道一個 你只要知道一個結構 它的絕對結構的話 那跟它correlate這些結構 你就完全知道 對不對 但是 問題是 在當時1951年之前 沒有任何一個結構的絕對結構 是知道的 你可以測得它的懸光度 但是懸光度 並不能夠反映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絕對結構 對不對 我們前面說過的 怎麼辦 科學仍要進展 只好 暫時做一個解決的方案 就是我們挑一個標準 這個標準 在當時挑出來的 應該是 Emil Fisher 他就決定用 這一個 Glythroaldehyde 這個化合物叫 Glythroaldehyde 是一個 三碳糖 三碳糖 碳水化合物 你如果把這個 這個湯基 轉換成為一個OH的話 就是三個碳 每一個碳上面有個OH 這是什麼 這就是甘油 甘油的英文叫Glythroaldehyde 所以不會太意外 這個 泉的名稱叫做 Glythroalde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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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ythroaldehyde它具有一個 Carocenter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所以 它有 一個 鏡像的存在 對不對 有一對 enatomer的存在 一個支撑泉 一個支撑泉 是可以分開的 在早期時候就知道 好 在沒有辦法之下 只好 首先 用Glythroaldehyde 作為一個標準 而且 就 就 隨便的說 就arbitrally 定它說 好 這個 正弦的 畫在左邊的 這個就是 具有R的這個結構 有可能錯 因為這是你隨便定 隨便講的 好嗎 也有可能 將來如果發展出來一個方法 這個正弦實際上發生它是S 那你只好把所有的結構都翻過來 只能這樣 所以 當時 做了一個 堵住 這個堵住的 成功率 50-50 好不好 好 所以 這個 Fisher就決定說好 我們用Glythroaldehyde plus 我們就假裝它是R的 那當然負的就是S 好 以它為一個標準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以Glythroaldehyde為一個基準 Correlate出來一系列的化物 比如說 你可以從Glythroaldehyde plus form 這裡 plusGlythroaldehyde做一點化學的轉換 你看這個化學轉換 只是把這個 aldehyde轉換成為一個carboxylic acid 轉換成一個酸 有沒有動到這個carboxylic acid 沒有 所以正弦的Glythroaldehyde 可以轉換成這個酸 這個酸叫做Glythroaldehyde 同樣字頭 但是它是-4 這不改變這個地方的絕對構造 我們說過正跟負 並沒有說它一定就會是RHS 但這個correlation是一定指如此的 再把這個酸 Glythroaldehyde的這個地方的OH 轉換成為這個NH2 有沒有動到這個carboxylic acid 沒有 你又變出來另外一個化合作這個叫做ISOSERIN SERIN是一個很重要的氨基酸 它跟ISOSERIN這差別是這個氨基酸 NH2在這裡OH在這裡 那是SERIN 但這個叫ISOSERIN 你match到的是plus form 你再把這個NH2利用一些化學方法把它轉成了甲基 有沒有改變到這個地方carboxylic acid 沒有 變成一個lactic acid 乳酸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系列做這些化學都沒有更動到那個carbon 那個carboxylic acid的absolute stereochemistry 所以這四個化物都是correlated 好 都是一個family 這是從plus的Glythroaldehyde所牽扯出來的這一個family 好 所以我們說這些compound都是跟plus form的Glythroaldehyde 是correlated 注意這個字 correlation correlated 好 不過 1951年有一個突破性的發展 這一個化學家Beybolt 他利用X-ray的diffraction方法 真正的看出來了plus form的tartaric acid 是具有這樣子的一個絕對構造喔 也就是說他利用 儀器分析的方法真正的看到了 tartaric acid 他的這兩個carrocentre的絕對構造是如此 好 有了這個節骨 現在我們就可以做一些chemistry 我們拿plus的tartaric acid 你可以做一系列的correlation 把這個部分 首先你要把這個COOH切掉 然後把這個地方還原變成一個CH2OH 沒有改變這個地方的carrocentre 這個地方是固定的 這是已經透過X-ray可以知道他的絕對結構是什麼 現在correlate到了minus的lacic acid minus的乳酸 而乳酸剛剛我們已經看到 它可以跟plus form的glythroaldehyde correlate 很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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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那個賭注 原來是50-50%的chance 竟然賭對了 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那麼麻煩 回到1951年以前的所有的literature 把那些compound的絕對構造翻過來 那不是很慘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真的是一個賭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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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可以控制 但是你看 天公 騰襲這些努力的人 有時候我們可以這樣蓋對不對 好 Anyway 所以這個correlation 就 底定了 那麼我們的 所有這些化物理絕對結構 當然 現在絕對結構對於化學家而言 這已經不是一個困難 好 所以很幸運 它是正確的 這個arbitrary assignment 是正確的 好 前面我們已經提過 stereo centers 是不是一定必須要是個carbon呢 不一定的 今天 我們來看 這個 氨 氮 氮 氮有這種所謂的四級氨鹽 我們叫做quaternary ammonium salt 我們會在氨類化合物 再來提到這樣的化合物 但是這個四級氨鹽它的氮 雖然上面帶有一個plus的formal charge 但是它上面有四個group 當然是tetrahedral的結構 只要這四個group是不一樣的話 它就符合了是一個chiral center 也因此呢 它是一個可以是一個chiral的molecule 碳不要忘了碳系者 對不對 這一個系列 都是具有 都是可以具有 就是tetrahedral的結構 可以用sp3的hybridization 所以不會太意外 silicon tetra coordinated 有四個架件的 這個silicon也可以是一個chiral center germanium的化合物 如果它是一個tetrahedral的結構的話 它也可以是一個chiral的分子 sulfur 上面可以有兩個架件 但是sulfur跟氧不一樣 它是氧下面的這一個元素 它可以被氧化變成sulfoxide 這個時候呢 加上sulfur上面一對long pair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四個group 所以sulfoxide的sulfur 其實也是一個chiral center 也可以被分離開來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安類的話 安類的化物 實際上仔細的看 我們知道 那個long pair 其實是位於一個sp3的hybridization 所以如果把long pair 視為是一個group 包括了氮上面的另外的三個架件 所接的話 是不一樣 所接的這些集團是不一樣的話 那total也是有四個group 接在上面 然後氮是一個tetrahedral的center 上面又有四個不同的group 所以它符合了是一個ciral center 所以代表了這些安 它也可以把它的r跟s分離出來嗎 很抱歉 非常困難 只有在一些很很很很小的機會下 它可以 主要的問題在 它很容易進行這種 所謂的pyramidal的inversion 它可以很快的 改變一下的hybridization 從sp3 變成sp2 然後那個long pair跑到p 然後再往上一翻 跑到另外一邊去了 所以這叫做pyramidal的inversion 這個energy的barrier 對於nitrogen而言 是很小的 是很小的 只不過到了零 到了零的時候 這個energy barrier 因為它所使用的軌域不太一樣了 所以這個翻轉 變得比較困難 變得比較困難 好 所以很抱歉 普通的這一家安類化物 雖然那個地方 有一個ciral center的蛋存在 但是普遍的 它是沒有辦法分離開來 因為它 那r跟s 透過這種inversion 翻轉是太快 非常困難 這種翻轉 需要透過一些hybridization的改變 最後這個章節末 我們提到 就是跟各位的學員們有關的一些 把wagicode的一些molecules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我們 剛剛其實也提到 就是很多的天然natural products 他們 常常具有非常複雜的結構 然後裡面 不可避免的具有很多的ciral center 比如說現在我們看到這個黃體激素 就是progesterol 黃體激素大家知道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女性的一個荷爾蒙 你看看這個結構 是一個所謂的steroid 一個類固醇類的化合物 你說類固醇好可怕 你身體就有了 所以看你怎麼用而已 用得好它可以是一個藥 用得不適當的話 當然會有一些副作用 但是你學過了科學 你不會無謂的畏懼 那麼你需要的時候 你還是要 好 progesterol 黃體激素 你看這個分子 它具有非常typical的 三個六圓環連接在一塊兒 這裡還有一個五圓環 這都是你看trans關係 trans關係 你去畫 企圖畫畫看 這實際上都會是在一個chair 的一個結構 最穩定的一個結構 好 看有什麼ciral center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而且都連在一塊兒 六個ciral center 二的六次方是多少 各位去算 但是你身體裡面就只有一個progester 就只有一個 太厲害 對不對 我們的body的chemistry 它如何去控制這些化學 它如何去控制這些化學 這是從一些小分子裡面製造出來的 好 那麼 主要靠著就是這些enzyme 這些鎂 它催化了很多反應 然後它是具有 這個選擇性 這種選擇性常常是靠著一個所謂的3 point 的一個機制 一個3 point binding 我們用這樣一個圖來看 你看這一個 這如果是enzyme enzyme它上面就會有三個辨認的 至少要有三個辨認的區域 這三個辨認的區域 你看我特別用一個方塊的一個三角的一個圓形的 來對應到上面這個chiral molecule 這個chiral molecule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個方塊的 一個cube 一個長方形的 一個四面體的 一個圓形 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剛好 跟enzyme有一個三點的一個很好的結合 對不對 它的mirror image 它的mirror image 好 這裡對到這裡 但是這個地方 這個cube對 cube 這個對到這個 這個對到這個 對不對 好 今天你要把這個圓的 跟這個三角的 對到這裡的話 很抱歉 cube就沒有辦法動到這裡 對不對 這個cube就頂到這裡來了 就湊不到這個動 就只有它 才可以fit進去 所以只要有這三個point 它可以認的話 它就可以區別這兩個分子 那另外這個分子 有些說它也不是說 它就一定沒有作用 它可能在你的身體裡面 它會跟另外一個enzyme作用 就會有另外的一些事情可能發生 我忘了這是在60年代 還是70年代 有一個藥 非常著名的叫沙力豆麥 當時孕婦 因為有些人他會有非常嚴重的孕吐的問題 為了要削減這樣子一個困難 當時發展出來的一種藥叫沙力豆麥 給孕婦吃 不過當時所賣的沙力豆麥是plus minus resume 當時可能認為說 哇 這個應該沒什麼關係 另外一個form可能沒有什麼效果 但是很不幸的 大量的使用之後 到了上市之後 發現這些使用過沙力豆麥的孕婦 後來生出來的小孩有很多都產生了畸形 再一研究才發現 其實沙力豆麥這個resume 它其實只有一個form是work 另外一個form是不會work 也因為這樣子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 使得美國的FDA 後來嚴格的要求這些藥廠 當你在發展一個藥 它是具有chirality的時候 你一定要很明確的有一些藥 告訴人家說 另外這個form是不會有任何的毒理存在的 這當然對於藥廠而言 它會造成一些困難 當然這也反映到了在有機化學的這個層次 我們在合成這些具有carocenter的分子的時候 我們要去思考 我如何的 譬如說黃體激素 六個carocenter 二的六次方 你自己去算到底有多少個isomer 我就是要把其中的某一個特定的 這個isomer 能夠合成出來 這當然會是一個非常 非常嚴峻的挑戰 我們也發展了很多很多的這些方法 來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留會去給各位思考 我們考試考到這個章節結束很抱歉 這個時間很緊迫 不過這個章節呢 主要在RS一些名詞上面 我相信應該不會是非常困難的 那我們就要開始進入下面一個重要的章節 我相信這次會不會是個章節